被很多學生認為,美國高考的SAT考試將從2016年春天開始改變 引來諸多的憂慮和爭議 美國大學理事會發佈了新的SAT考試樣題 全部樣題總共208頁 除了部分樣題之外,還對考試的整體設計思路 考試的能力要求等進行了詳細的解釋 在現階段起到了類似官方指南的作用 變革之後的SAT考試和舊版相比之下有什麼不同呢? 新的考試系統會不會令到考生難以適應呢? 請關注天下衛視,宇宇台星期六晚7點15分,天下中環潭